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on 攝影用的雲台有非常非常多種 那我們現在桌上的這三款 全部都是球型雲台 那這一款呢 是油壓雲台 那我們今天還要來開箱另外一款不同的雲台 那就是我們的齒輪雲台啦 那這一款是我們的 LePhoto G4 齒輪雲台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盒子裡面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配件包 還有一些說明書 OK 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的齒輪雲台 超大 那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玩一下這個齒輪雲台 那我們就隨便裝到一個腳架上面 來看看它到底可以辦到什麼事情 這它的最底下有一個360度的全景功能 所以上面也有一個360度旋轉的全景功能 這上面跟下面的全景功能都有刻度 所以你都可以非常準確的來旋轉 這一個雲台附的快拆板也是用Arca Swiss的快拆板 但是它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我們待會再玩玩看 那我們快拆板安裝的地方也都有刻度 所以你就可以準確的每一次都放到同樣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玩一下有齒輪調整的這兩個軸 但是在齒輪調整之前呢 我們要先大概的調整95%的構圖 就是我們的Row跟我們的Tilt 要先95%的確定 然後我們就把它鎖起來 最後的5%才是在用齒輪這樣子細微的調整構圖 所以現在我們手上有球弦雲台 油壓雲台跟齒輪雲台三種雲台 那三種雲台都有不同的特性 像是球弦雲台就是使用方便 在80%的拍攝情況你都可以完成 那球弦雲台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快速調整 Pan Tilt Row三個軸 超級快速 那你只要一個鎖就可以鎖三個軸 所以快速調整 球弦雲台的缺點呢 也就是它同時會碰到三個軸 所以你可能水平線已經定好了 那你又要重新構圖 你一鬆開 你三個軸都會同時使用 所以你的水平線又要再重新調整 所以球弦雲台大部分的情況就是你沒有要顧水平的狀況 如果你水平就是YY我就是喜歡YY 像是現在我就是喜歡YY的 那你就是靠感覺球弦雲台真的是非常快速 就是最快速的調整方式 下一個就是油壓雲台 那油壓雲台其實原本設計是要給拍影片用的 但是我覺得拍照也非常好用 我非常喜歡 因為它只要腳架是水平的 你雲台放上去相機也就是水平的 你就不用去顧那個RAW的那一個軸 所以如果你要拍建築啊 拍海 就是有水平面的 非常好用 這個油壓雲台已經固定好了RAW 那麼我們的Pan跟Tilt都有阻尼可以調整 所以如果你要非常非常細微 你就把阻尼開到強一點點 你就可以非常非常細微調整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油壓雲台的缺點呢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重 這拿來K人會死掉耶 還有一個致命傷就是它不能垂直拍攝 所以你如果要拍直的 油壓雲台辦不到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油壓雲台拍照的話 你只要確定你沒有要垂直的拍攝 那你重量也不是個問題 那你就可以用油壓雲台來拍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齒輪雲台 那齒輪雲台的特色就是它三個軸 Pan Tilt Roll 三個軸都是獨立分開的耶 而且都可以非常非常精細的來調整 齒輪雲台調整的精細程度真的是 奈米等級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細 這個是油壓雲台跟球弦雲台是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這種精細要不得了的程度 哇塞耶 這LIFOTO的齒輪雲台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重心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在相機調整角度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輕鬆啊 齒輪雲台的缺點的可能就是它的調整速度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是它也是有這種快速調整的功能 但是肯定是比球弦雲台慢的 齒輪雲台的缺點呢 可能就是它的價錢稍微偏高 所以你要入手可能困難一些些 齒輪雲台是完全可以取代油壓雲台的 因為油壓雲台本來就不是拍照的 它是拿著拍影片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剔除 球弦雲台跟齒輪雲台就真的是看你的拍攝需要 如果你要真的非常高速的改變構圖的話 球弦雲台一定是最棒的 那齒輪雲台呢 如果你要非常非常的細微那種 非常一根毛都要來追求的話 那種非常精細構圖 你就要來選齒輪雲台吧 這肯定會愛死它的 那我們剛剛還有講到這個G4齒輪雲台 它的快拆板還蠻特別 它有兩個螺絲 如果你把它鬆開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快拆板鬆開 然後推到底 再把它鎖起來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 你用普通的Aka Swiss快拆板的話 你用比較重的鏡頭 然後垂直拍攝 你肯定會遇到那種垂頭 因為那個快拆板 根本抓不住你的相機 它肯定會慢慢垂頭垂頭 這樣就不符合這個齒輪雲台的 精準的那種 精神 所以它設計了一個 完美的小卡榫 讓你的相機不會因為很重 然後垂直拍攝 然後讓它慢慢的垂頭 這設計真的是超讚 那我對這個齒輪雲台有一個疑問 就是它的齒輪其實幾乎都是外露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如果 碰到一點沙呢 或者是有雨水不小心噴進去 到底會不會影響它的壽命 因為它的這個LIFOTO有十年保固 那一點點的沙應該就會被摧毀 因為它是齒輪雲台 它非常精密 我還是會好好保護它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 那種灰塵啊 空氣中的灰塵 會不會影響它的壽命 但是LIFOTO有一個十年保固 我也不知道它的保固範圍 到底是怎麼樣子 齒輪如果卡卡 可以拿去送修之類的嗎 不知道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LIFOTO G4 齒輪雲台的快速開箱影片 跟我們三種不同的雲台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